楚冰言翘脸一红 随即上前两步 周宗男 你因我失地的事情也该了结了 今日我要和你决一死战 千生死状 你敢是不敢 在舞者之间 如果双方有解不开的恩怨 只要双方一致同意 可以在擂台上决一生死 这是自古便留下来的规矩 王小明眉头一皱 说好的来踢馆 怎么又跟人生死决斗了 万一这小妞出了意外 她上拿给李若曦找这么合适的保镖 你周宗男面色一变 心里开始犹豫起来 生死之战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可不是闹着玩的 毕竟小命只有一条 我来和你决一死战 就在周宗男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这名男子身材非常矮小 目测不到一米六 不过王小明能从他的身上 明显感到一股强于周宗男的力量 朱克军 楚冰眼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说对于周宗男他还有战胜的把握 但是对于这个小个子男人 他却没有多少把握 你们竟敢拆了武馆的招牌 今天所有人都留下来吧 朱克军一步步走了过来 每走一步气势就提升一截 等走到几人面前 气势已经达到巅峰 哼 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王小明冷笑一声 我不但要拆你们的招牌 还要把你们都打服了 你叫朱克军是吧 是不是武馆里最厉害的人 如果是请出手吧 我可以让你三招 要说吹牛谁不会 王小明今天就是来踢管的 既然踢管一定要保持高调 要不然还踢什么管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 王小明想把这个最强大的敌人吸引过来 很明显 他不认为楚冰眼是这个小个子的对手 朱克军文言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黄口小儿既然你找死 我就送你上路 果然不出王小明所料 朱克军现在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他吸引过来 脚步一踏 一掌朝王小明拍了过来 推山入海 同样是八卦掌 朱克军施展出来 比周宗男不但威力大了不少 而且招式更加精妙 掌法变换之间更加灵活 脚底的步伐也更加玄妙 这就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很显然 朱克军的悟性要好于周宗男 如果说王小明之前没有和周宗男 战斗过的经验和朱克军对敌 肯定非常吃力 但现在的王小明可以说 已经是半个八卦掌的传人 借助于变态的子鸡魔童 已经把八卦掌的奥秘 参悟个七七八八 现在和朱克军战斗 反而比周宗男省心 非但如此 因为朱克军的八卦掌境界更高 因此 王小明能够把之前不懂的地方 理解得更加透彻 这就等于这两师兄弟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一遍一遍教授王小明八卦掌 另一边 楚冰岩直接朝周宗男扑了上去 两个人也战斗在一起 论实力 楚冰岩还是略胜一筹的 压着周宗男打 他一波紧四一波的攻击 八级拳施展开来 大开大合 虽然是女子 但也有千军莫当 一往直前的气势 如果单论华夏武学攻击力的凶猛 八级拳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 从这句话里之中 也能看出八级拳的厉害 这也是军威武馆处心几率 要得到八级拳拳谱的原因之一 另一边 王小明心中偷着乐 表面上却装作一副岌岌可危的样子 目的是诱导朱克军施展更加厉害的八卦掌 来完善他的武学 碰 两人对了一掌 王小明蹬蹬蹬 一连倒退了好几步 好 诱寺博威武 那些武馆里的吃瓜学员 连忙拍手叫好 扑通一声 王小明跌了个滚地葫芦 狼狈异常 哈哈 诱寺博厉害 那小子要不行了 把他使打出来 我猜最多还有三招 这家伙就要被诱寺博避日掌下 什么三招 我看两招 必然完蛋 君威武管理的学员一个个情绪高涨 为诸克军加油助威 不过 十招过去了 王小明依旧是生龙活虎的 二十招过去了 王小明虽然依旧狼狈 但仍旧火蹦乱跳的 直到五十招过去 王小明仍旧在顽强抵抗 这家伙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无论诸克军如何攻击 他虽然像是大海中的一夜孤舟 随狂风大浪上下起伏 可这艘小船就是没有沉默 嗯 这小子有点邪门啊 诸克军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该使用的招数都使完了 经过一番狂风暴雨的攻击 他的体力也下降的厉害 如果再拿不下王小明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拼了 诸克军一咬牙 抽空从兜里摸出一粒红色的药丸出来 这是风魔丹 能够短时间提升实力的特殊药物 诸克军也没想到 原本以为一场普通的战斗 居然逼得他服用风魔丹 风魔丹下肚 诸克军的眼睛渐渐红了起来 身体似乎胀大了一圈 特别是两条胳膊变得粗大无比 顿时 他的力量增加了一倍 来得好 王小明一改之前的颓废 整个人精神为之一变 好像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 他能感到诸克军的力量一下猛增 这种力量都快赶上自己了 正好可以畅快淋漓地大战一场 碰 碰 碰 两人掌掌对轰 拳拳到肉 众人吃惊地发现 院子里的青砖 在两人脚下快快碎裂 好像豆腐一样脆弱 王小明越战越勇 就像一尊金甲战神 而诸克军由于药效马上过去 逐渐变得虚弱起来 原本胀大的身体 就像是漏了气的气球 逐渐被打回原形 碰 王小明一掌将诸克军拍飞出去 身体砸在地上喷出一口鲜血 这还是他手下留情的缘故 要不然这一招已然要了他的命 竟然败了 现场一片哗然 在大家心目中 实力比管主还要强大的师伯 居然就这样败了 这一刻 他们心中的信念似乎也崩塌了 大家情绪变得消沉 低落 无所适从 碰 恰在此时 周宗南被楚冰岩一记铁山靠撞飞出去十几尼远 人还在空中 就喷出一口鲜血 铁山靠在八级拳中是威力最大的一招 被撞的人不亚于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小汽车给撞了一下 什么 管主也败了 君威武馆的人各个面如土色 武馆内两名神话式的人物就这样在眼皮底下被人打败 两人在众多学员心中的伟岸形象骤然崩塌 这一下人心就散了 有的学员心里甚至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想要退出武馆 巧的是周宗南跌落的位置正好在朱克军身边 这两位难兄难弟 互相对视一眼顿时面如死灰 好像一下苍老了十岁 这一下不光在学员之中没面子 以后在整个武术界都抬不起头 练武之人就是这样 以前无论你多么风光 只要失败一次立即铭语扫地 从此身败名列 王晓明来到朱克军面前居高临下看着他 把地契交出来 我给你留最后的一点尊严 朱克军眼中闪过一丝挣扎 片刻后他点点头 罢了 师弟把地契拿出来 以后你我师兄弟到乡下买快递养老了吧 什么理想 暴富在他们被打败的时候就支离破碎 他们败的不光是武功还是武者的心 周宗南颓废地点了点头 从怀里摸出一张老旧的牛皮纸递给了楚军眼 叹息一声 以前是我不对 从今以后我结甲归田 再也不和你争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周宗南说完就剧烈咳嗽起来 楚军眼接过地契看了看 不是说改名字了吗 地契上怎么还是我爸的名字 周宗南苦笑一声 我那是骗你的 目的是逼你交出全谱 地契还是那个地契 楚军眼把地契装了起来 心里松了口气 自己家的老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他看了周宗南一眼 那我师弟的愁怎么算 周宗南闭上眼睛 我这条老命就在这里 你想要就拿去吧 王小明干咳一声 军眼妹妹 不知可否听我一言 人家已解不已解 既然他已经知错 何不放他一条生路 楚军眼交哼一声 今日我就饶你一条狗命 希望你以后能够改邪归正 周宗南从地上爬起来 朝楚军眼道了声谢 周克军也从地上起来 歉一道 楚官主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我也要跟你道个歉 哼 楚军眼交哼一声转过头去 正在周宗南打算开口解散武馆的时候 门口响起一阵骚乱之声 一群身穿白色练功服 腰上扎黑带的人气势汹汹闯了进来 为首之人 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看了倒在地上的牌匾 一眼不由哈哈大笑 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们 跆拳道馆要来踢馆 所以主动把牌子拿下来了 你们是跆拳道馆的人 我们军威武馆 一向和你们跆拳道馆井水不犯河水 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所为何事 周宗南脸色无比难看 没想到又一个踢馆的来了 而且还是一群外国人 真把军威武馆当作软柿子了 为首男子双手背后 居高临下看着众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朴志浩 金县跆拳道馆的馆长 黑带六段 今天想见识一下你们的花拳绣腿 又一名年轻男子站了出来 得意洋洋说道 我叫李文杰 金县跆拳道馆的副馆主 黑带五段 我们刚刚从自强武馆出来 哎 华夏的武功太弱了 实战不行 说花拳绣腿是抬举你们了 放肆 这里不是你们该撒野的地方 一名学员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个剑步朝李文杰冲了过去 一招青龙探找 直接抓了过去 碰 李文杰闪电般抬腿 一个侧踢把那名学员踢飞了出去 噗 那名学员刚刚落地就喷出一口鲜血 哼 不自量力 李文杰说到这里 直接把刚刚踢人的那条腿放在肩上 高调装逼 你 你也太狠了 众人全部怒视着李文杰 李文杰不屑道 哈哈 明明是他自己不堪一击 怎么能挂我呢 周宗男气得浑身颤抖 咬牙道 真是狂妄无知 我来领教你的高招 楚冰眼挡在周宗男面前 还是我来吧 周宗男刚刚受了伤 肯定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 在民族大义和荣誉面前 不管两人以前有什么恩怨 都先放到一边 周宗男对楚冰眼感激点点头 楚冰眼冷冷看着李文杰 你就只会装逼吗 你的腿可以放下来了 李文杰上下打量一番楚冰眼 伸出舌头舔了下嘴唇 眼中闪过一丝邪光 说道 哈哈原来是乾坤武馆的美女馆主 我很想把你的眉腿也扛在肩上 那种滋味一定非常爽 李文杰说着 居然还非常猥琐的 朝楚冰眼停了停下身 楚冰眼翘脸上扶起两朵红霞 咬牙切齿道 只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一定会没收你的作案工具 王小明伸手拦住楚冰眼 道 你乃一管之主 杀鸡烟用牛刀 对付这些假洋鬼子 我一个庄稼汉足矣 小子 你是何人 赶紧滚开 不然一会儿打死你 李文杰心中正幻想着 一会儿把楚冰眼的美腿 躺在肩上呢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顿时让他心里很不爽 我说了 我就是个庄稼汉 农民 想跟馆主过招 你还没有资格 有种打败我再说 王小明双手抱胸 牛逼轰轰地说道 装逼他还没怕过谁 李文杰果然被激怒 不知死活的小子 既然你找死 我就成全你 说着他就朝王小明逼了过来 王小明摆了摆手 等等 想跟我过招 你这个五段的家伙还嫩了点 把那个六段的家伙一起叫过来 你们两个加起来十一段 勉强有资格跟我交手 哈哈哈哈 王小明的话引起一阵哄笑 跆拳到最高才黑带九段 王小明说十一段才有资格跟他交手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讽刺 就连储冰言也是扑斥一笑 王小明这家伙 这张嘴实在是太能损人了 李文杰朝王小明一步步走来 他的眼睛已经变得血红 小子 你彻底激怒我了 我发誓 一定要一根根噎碎你的骨头 让你知道激怒我的代价 废话真多 到底还打不打了 不打我吓得拔草去了 王小明伸了的懒腰 一脸的不耐烦 死 超级无敌旋风腿 李文杰气坏了 一个恶虎扑时 朝王小明扑了过来 他双腿连踢 两只脚就像风火轮一样 朝王小明接连绞杀 不得不说 跆拳道的腿弓确实厉害 由于速度快 震动空气发出扑扑扑的声音 王小明暗自点头 这个家伙确实有两把刷子 如果对手是周宗南这样的 胜负还真的两说 不过对于拥有子吉魔童的 王小明来说 攻击似乎被放慢了无数倍 让他看出很多破绽 因此 跆拳道的攻击虽然凶猛 但招式太过简单 而且腿踢得太高 容易留下空能跟破绽 王小明双手连拍 无论李文杰腿怎么踢 都被他一双手轻松化解 口中还不断调侃着 你这攻击太慢了 武断就只有这点速度 喂 腿踢那么高干嘛 留下空门给别人打嘛 这就是跆拳道 干脆叫花拳绣腿道吧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啊 我要让你死 王小明说话太气人 李文杰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攻击的速度更快了 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哎 太慢了呀 你早晨没吃饭腰 就这样的水平 也敢学别人来踢馆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梁静如吗 我劝你还是回家吃奶去吧 太弱了 我都快睡着了 王小明一边从容 应对李文杰的凶猛攻击 一边还笑眯眯的对他调侃着 李文杰快崩溃了 一张脸气急败坏 已经完全扭曲了 啊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呀 来杀我呀 我皮早就痒痒了 只可惜你太弱了 我让你杀都杀不死 哎 我早说了 只有十一段才有资格和我交手 让那个六段的一起上吧 说是完了你们 我还要回家除地呢 王小明继续喋喋不休 扑吱 楚冰言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笑喷了 美眸白了王小明一眼 这家伙说话实在太欠揍了呀 李文杰气得差不多已经失去了理智 口中只有一句话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呀 在一旁观战的朴志浩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他身体一晃朝王小明冲了过来 我来会会你 朴志浩加入战圈 前后夹击王小明 一时间让他压力大增 楚冰言翘脸一变 无耻 说着就要冲上来帮忙 王小明连忙制止 道 不用帮忙 对付这两个家伙 不需要管主出手 我一个种地的农民足够了 朴志浩和李文杰差点背过气去 照王小明所说 跆拳道还干不过一个农民 那还不如直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朴志浩咬牙说道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污蔑我们神圣的跆拳道 你就是我们大韩民族罪人 王小明冷笑 我污蔑你 刚才不知道是谁污蔑我们华夏武术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即使是华夏的一个农民也比你们所谓的跆拳道强 话音一落 王小明整个人气势一变 他伸手一抓 就抓住了李文杰的脚脖子 早告诉你 不要腿踢那么高 王小明伸手一拉 李文杰直接一个匹刹坐在地面 王小明趁机抓住李文杰的胳膊 两条腿直接绞杀过去一个旋转 一招盗骑毛驴直接骑坐在李文杰身上 这个时候朴志浩的攻击也上来了 一个正踢直接劈向王小明的头颅 作为六段的他 实力自然比李文杰要强不少 不过王小明依然不拒 他身体一扭直接躲过了这凶猛一击 不过他身下的李文杰就比较悲催了 被朴志浩的腿刚好劈到脑袋上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尽管朴志浩发现不对及时收力 但还是晚了一些 把他的同伴劈晕了过去 找死 眼见没踢到王小明 反而把自己同伴踢晕了 朴志浩顿时爆跳如雷 朝王小明疯狂进攻 朴志浩的实力虽然比李文杰强 但仍然撼动不了王小明 被他抓住机会 手指点在他大腿内侧 朴志浩面色一变 感觉整条腿居然失去了知觉 王小明这一招点在了 他腿上一个重要学位 邪海学上 失去一条腿的朴志浩就如被拔了牙的老虎 被王小明三下五除二给打趴下了 王小明一脚踏在朴志浩的胸口 居高临下看着他 怎么样 到底谁是花拳绣腿 你 朴志浩当着那么多学员的面子 被王小明踩在脚下 顿时面色一红 气得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随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王小明翻了个白眼 我去 这就是跆拳道高手 怎么动不动就晕了过去 好 周宗南第一个骨气掌来 顿时掌声雷动 即使以前看王小明不顺眼的那些 均为武馆学员也骨气掌来 王小明为华夏武术戒争了光 自然值得所有人尊敬 王小明把朴志浩和李文杰的身体 两脚踢了出去 滚吧 以后别在华夏丢人现眼了 跆拳道馆的几名学员接住两人 面色非常复杂地走了 王小明一把拉住楚冰岩的小手 冰岩妹妹 咱们回家 回家 楚冰岩翘脸一红 狠狠拍开王小明的猪蹄子 我自己会走 来到外面 发现有一部分跆拳道学员居然没走 看见王小明连忙围了过来 这位大哥 请教我们功夫吧 我们不想再学跆拳道了 是啊 原来真正的功夫还在华夏 看来以前我们舍尽求远 是我们想错了 王小明摆了摆手 我只是个农民 把草除地可以 教不了你们功夫 真想学的话 军威武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周宗南他们的人品虽然差了点 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说吧 你这么卖力帮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乾坤武馆的院子里 不比我漂亮 说说你的目的 如果我能够答应的一定不会推辞 王小明直接摊牌了 其实很简单 我想让你保护李若西 24小时贴身的那种 这样啊 楚冰岩若有所思 片刻厚道 这倒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我那几名弟子怎么办 这简单啊 直接解散过就行了 就说武馆都开了 楚冰岩皱眉 这话我说不出口 对了 你们打算给我开多少钱工资 王小明伸出一个巴掌 月薪五万 楚冰岩激动了一下 站起身来 五万 你早说啊 我这就去跟那些 小兔崽子们说去 也难怪他激动 他这几年 开武馆 根本就不赚钱 甚至有时候还往里面贴钱呢 王小明露出狐狸般的笑容 楚冰岩 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像他这样的高手 如果给那些大老板当保镖 就算工资翻了十倍 也不算什么 五万 真的是李若西捡了个便宜 处理好了武馆的事情 楚冰岩忽然来了兴趣 对王小明道 来 咱俩切磋切磋 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好啊 王小明站了起来 他正想见识一下 以威猛著称的八级拳 到底有多厉害 你小心啊 八级拳最猛招是铁山靠 楚冰岩说完身体一晃 就贴了过来 胳膊一抖 肩膀直直朝王小明撞击过来 砰 猝不及防之下 王小明的身体 直接被撞飞出去 他身体在空中诡异一扭 双脚轻松落地 不过体内一阵气血翻涌 喉咙一甜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好厉害的铁山靠 王小明由衷赞叹一句 他自认为 现在自己身体素质远超一般人 没想到 挨了一下差点受伤 这肯定还是楚冰岩 没有权力以赴的缘故 楚冰岩傲然道 那当然了 铁山靠是八级拳中的精髓所在 是八级拳中的大杀招之一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今日就将铁山靠传给你 王小明心中大喜 笑道 那就多谢了 说 你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在缠我的身子 去死 楚冰岩翘脸一红 身体一晃 再次贴了上来 胳膊肘击打向王小明 说道 铁山靠不光 可以用肩膀 还可以用肘 背 甚至跨步 许多八级拳大师 甚至全身 每一个部位 均能施展 真正做到 每个部位 都能杀人 王小明眼睛 盯着楚冰岩 胸前两只 不断跳动的大白兔 笑道 我不信 用胸部也能攻击吗 那岂不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 楚冰岩先是一愣 紧接着发现 王小明眼睛 盯着自己的胸部猛看 顿时明白过来 翘脸羞的通红 你是不是想死了 说着他身体一闪靠了过来 一招八级绷尸展出来 砰的一声 把王小明摔得一咧嘴 不得不说 楚冰岩的实力 比周宗男厉害不少 王小明一个不查 就要吃亏 当然了 并不是王小明 实力不如他 那是因为 他对八级拳比较陌生 再加上 现在不是对敌状态 有些麻痹大意 看见王小明的狼狈模样 楚冰岩咯咯一笑 骄傲得一挺苏兄 王小明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屁股抱怨道 拜托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暴力 你这样 找不到男朋友的 他心动感慨 看来男人找女人 千万不能找回功夫的 要不然就等着被虐吧 当然了 有受虐倾向的男人除外 楚冰岩轻哼一声 哼 本小姐将来 找男人一定得比我强 我才不要那些脓包呢 王小明道 这八级绷又是什么招式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楚冰岩道 八级绷是用腿部的力量 对别人的大腿根部进行绞杀 把全身力量调集到腿上 便宜你了 等姑娘再多教你一招 楚冰岩是个武痴 一谈起武术 如痴如醉 王小明今天的状态也非常好 两人从中午练到晚上 王小明学会了铁山靠 和八级绷这两大杀招 让他心中大喜 王小明也把他参悟到的 八卦掌金燕 也传给了楚冰岩 让他也获益良多 肚子饿了 两人就叫了外卖 吃好饭继续练习 晚上 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 在院子里撒下片片清灰 两人累了坐在院子里喝茶 楚冰岩忽然问道 对了 我还没问你家住哪里呢 经过一天的接触 两人几乎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王小明道 我住在桃园村 今天看来回不去了 对了 我看你这大院子里有很多空房子 能不能租一间给我 这样我省得天天往家里跑了 王小明不是没钱租房子 他是不喜欢住商品房 像这种带有院子的房子 他就非常喜欢 楚冰岩警惕看了王小明一眼 你干嘛是不是在产本姑娘的身子 王小明一咧嘴 得了吧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楚冰岩笑道 其实我也住不惯商品房 如果李若曦能住这里就好了 你也搬过来 我想揍人的时候正好你当我的沙包 王小明嘿嘿一笑 我知道你是想和我同居 才故意说得那么委婉 楚冰岩翘脸一红 去死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王小明赶回去和李若曦 李军兰一商量 两女也没有拒绝 毕竟楚冰岩那个大院非常大 住着确实很宽敞 比商品房住得舒服多了 于是三人就连夜搬家 一直折腾到半夜 终于收拾好了 王小明在大院中也拥有一间房 而且他特意挑选在最中间的一间 左边住的是李军兰 右边住的是李若曦和楚冰岩 因此 王小明左拥右抱的美好同居日子就开始了 自从楚冰岩给李若曦当了贴身保镖 王小明彻底放下心来 这段时间 国美的生意蒸蒸日上 桃圆饭庄的生意也稳定下来 李军兰把军兰酒店的王牌经理调到了桃圆饭庄 把一切事物都交给他 三人都当起了甩手掌柜 王小明这段时间没事就到古玩街转悠 看看能不能找到玉葫芦需要的宝物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一件宝贝也没找到 王小明正在街上闲逛 老村长打来电话 小明最近村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王小明围通一条 怪事 啥怪事 老村长欲言又止 小明 你最好能够回来一趟 好 我马上回来 王小明骑着摩托车直接到了村部 小明 你回来了 来 喝杯茶先 老村长给王小明倒了杯凉茶 小明 坐吧 王小明 灌了几口凉茶 顿时觉得精神未知一振 他抹了把嘴角上的水字 老村长 到底啥事啊 老村长组织了一下语言 道 最近我们村子里出了一个小偷 每天晚上偷村民的鸡 小偷 王小明笑了 小偷很正常啊 哪个村子里没有小偷 在农村 哪村没有那些偷鸡摸狗的人 老村长摆了摆手 这个小偷有点不一样 好像不是人 王小明一愣 此话怎讲 难道是黄鼠狼 农村黄鼠狼很常见 这种东西最喜欢晚上偷鸡了 不是黄鼠狼 这个东西每天晚上偷鸡非常有规律 每天只偷一只 而且不在一家偷 轮流来 从来不带重养的 已经偷了十几家了 据我们推测 今天晚上应该去你家了 所以我才想着 要你回来 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骇人精 那总该见到 这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吧 王小明问道 老村长摇了摇头 王二愣子 说像一个半大的孩子 不过他又说 天太黑 没看清楚 王小明答应下来 行 我知道了 晚上我在家守着 看看能不能抓住 这个偷鸡的家伙 晚上 王小明先到张翠翠家里偷了回心 两人激站到半夜 王小明才溜回家里 冲了个澡 刚躺到床上 忽然听见鸡圈里的鸡 发出惊恐的鸣叫声 王小明一下从床上跳下来 拉开门 往鸡圈方向跑去 没想到 老村长简直是料事如神啊 房间里的灯接二连三亮了起来 王建国 刘娟和王子涵都起来了 王小明跑到鸡圈就看见一道黑影 叼着一只鸡跑了出来 不是黄鼠狼 这东西比黄鼠狼大多了 直立起来有半人多高 叼着鸡 一纵身就跳上两米多高的院墙 孽畜 哪里逃 王小明心里吃了一惊 这东西的弹跳力也太好了吧 都快能赶上自己了 王小明一纵身也翻过院墙 朝那东西追了出去 等王建国和刘娟出来 王小明和那东西已经不见了踪影 那黑影速度极快 像一阵风一样 即使以王小明的速度 一时间也没能追上 转眼间已经追到山下 到了树林子里 那黑影忽然停了下来 把口中的鸡往地上一丢 身体直立起来发出啊的一声大吼 我去 王小明看清楚 是什么东西时不由一咧嘴 原来是一只肥大的吐蕃鼠 这只吐蕃鼠体型硕大 直立起来足足有一米来高 正冲王小明一阵呲牙咧嘴 显然是对王小明追他很不高兴 王小明乐乐 嘿 你这家伙偷了我家的鸡 还有理了是吧 别的吐蕃鼠都吃素 你这家伙怎么喜欢吃肉 呵呵 吐蕃鼠冲王小明再次一阵呲牙咧嘴 威胁的意味很足 还挺凶 告诉我你最近偷了多少只鸡 看看你那肚子肥成什么样了 吼 吐蕃鼠忽然怒吼一声 朝王小明猛扑了过来 速度简直快如闪电 王小明吃了一惊 身体一闪躲过 不过衣服还是被他的爪子撕了几刀口子 卧槽 王小明彻底震惊了 自己要是慢一点就被这个小家伙 开膛破肚了 这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连吐蕃鼠都这么厉害了 要知道他现在可不是普通人 也算是高手了反应不可谓不快 就在王小明愣神之际 吐蕃鼠居然再次朝他扑了过来 两只爪子疯狂朝他进攻 眼前到处都是着影 我去 这吐蕃鼠成精了 王小明越打越心惊 这家伙不但速度快如闪电 而且力量很大 虽然不如自己 应该赶得上周宗男那种级别的了 王小明惊出一身冷汗 幸亏这吐蕃鼠对村民们没啥敌意 要不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砰 吐蕃鼠让王小明一掌拍了出去 他心中汗颜 要不是这几日自己功力大涨 还不见得干得过这个小家伙呢 这真是活见鬼了 什么时候连吐蕃鼠都变成武林高手了 吐蕃鼠箭打不过王小明 连忙往山上跑去 喂 别跑啊 咱们谈谈 王小明心里起了收服吐蕃鼠的想法 如果能够把他收服了 没准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吐蕃鼠根本不搭理他 转眼间消失不见了 王小明把那只 已经死透了的鸡拔了毛去了内脏 然后架起火堆做起了烤鸡 他相信那个小家伙肯定没有走远 香味能够把他吸引出来 十几分钟过去 鸡被烤得滋滋冒油 香味肆意 王小明家的鸡都是散养的土鸡 那不是一般的香 王小明黑黑一笑 他能够察觉到不远处 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自己 准确地说是盯着那只烤鸡 出来吧 我们谈一谈 我知道你能听懂 王小明能够看出来 这只吐蕃鼠绝对不是一般的吐蕃鼠 就算没成精 离成精也不远了 吐蕃鼠坐着没动 王小明也不急 等鸡肉烤熟了 他撕下鸡翅膀大块朵一起来 之前和张翠翠偷情消耗了太多体力 他确实也饿了 嘖嘖 真香啊 王小明一边吃鸡翅一边砸巴着嘴巴 吐蕃鼠在远处看得狠狠吞咽了一口唾沫 最终还是不争气地走了过来 王小明撕了条鸡腿朝吐蕃鼠丢了过去 吐蕃鼠小爪子一抓便把鸡腿捞在爪子里 立即啊呜啊呜的大块朵一起来 不到十秒钟 就把一只鸡腿上的肉吃得干干净净净 乌溜溜的小眼睛眼巴巴看着王小明手里的鸡腿 王小明一咧嘴 我去 你这是猪八戒 吃人生果 不知其味 吃那么快干嘛 又没人跟你抢 说着对他一招手 过来 吐蕃鼠略意犹豫 还是挪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王小明再次丢了个鸡腿过去 吃慢点 要不然我不给你吃了哦 吐蕃鼠好像听懂了王小明的话 这次吃得很慢 王小明哈哈大笑 真是如此可教掩 这只吐蕃鼠果然非常聪明 当一只鸡吃完一半的时候 吐蕃鼠已经和王小明面对面了 王小明试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小家伙一开始还有些警惕 到后来已经不再惧怕王小明了 当一只鸡吃完 吐蕃鼠已经任由王小明抚摸了 吐蕃鼠摸了摸圆滚滚的肚皮 露出满足的表情 模样非常的憨态可居 你这家伙该减肥了 吐蕃鼠文言连忙摇了摇头 王小明震惊了 我靠 真成精了 连减肥都能听得懂 吐蕃鼠咧嘴一笑 露出得意的表情 让王小明一阵无语 王小明寻寻善诱导 以后想不想每天都吃烤鸡 吐蕃鼠拼命点头 口水又快下来了 大概他是第一次吃熟食 根本难以抵抗美食的诱惑 王小明站起身来 那跟我回家吧 我保证每天都有好吃的 吐蕃鼠摇了摇头 不光有烤鸡 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 比如脆饼啊 薯片啊 饼干啊 吐蕃鼠乌黑的眼睛越来越亮 最终点了点头 就这样 王小明把吐蕃鼠拐回家了 记住 不许偷吃家里的鸡 而且要听我家里人的话 以后要是有坏人来家里捣乱 给我狠狠揍他们 吐蕃鼠点点头 小爪子 钻成了拳头羊了羊 那意思我很厉害的 哈哈 如此可教也 回到家里 王建国他们不放心 王小明都没有睡觉 在等他 王建国看见王小明回来 连忙迎了上来 小明回来了 那偷鸡的东西抓到了吗 接着他就看见了 王小明后面硕大了的吐蕃鼠 被我后退了一步 这 这是老鼠 咋那么大个的老鼠 吐蕃鼠口中发出 呵呵的声音 冲王建国一阵呲牙咧嘴 显然对他称呼自己老鼠 很不满意 王小明轻轻拍了拍 吐蕃鼠的小脑袋 爸 这是吐蕃鼠 不是老鼠 王子涵惊呼一声冲了上来 哇 好可爱好萌的吐蕃鼠 让我摸摸可好 王子涵小心翼翼触摸吐蕃鼠 这小家伙并没有反抗 而是露出享受的表情 王子涵用手抚摸吐蕃鼠的肚皮 哇 好可爱 这小肚皮好软啊 以后就叫你萝卜头 嘿 这玩意儿还挺通人性的 王建国觉得新奇 也想上来摸摸吐蕃鼠 不过这家伙对他很不友好 对他一阵呲牙咧嘴的 王子涵道 萝卜头 不许对我爸无礼 这是我的家人 萝卜头哼哼了两声 算是答应了 不过当王建国和刘娟 想上来抚摸他的时候 还是被他嫌弃了 王小明心中暗自负匪 我去 这家伙还是个色鼠啊 很显然 他很喜欢王子涵这样的花样美少女 王小明道 爸 妈 咱们把吐蕃鼠养着 以后给咱们看家 防防小偷啥的 他得罪的仇敌不少 自己固然不怕 但还是有点担心家人 王建国撇了撇嘴 就是小不点能看啥家 估计来挑狗 就把他吓跑了 呵呵 萝卜头似乎被这话激怒了 冲王建国不满嘶吼了两声 随即在院子里翻起了跟头 最后抓过来一根木棍咔嚓 一声掰成了两段 王子涵瞪大美毛 哈哈 萝卜头威武 说着就鼓起掌来 我去 王建国差点一屁股坐地上 这吐蕃鼠绝对成精了 就算没成精 也离成精不远了 刘娟哈哈一笑 这小家伙还真厉害 就把他留下来吧 王子涵点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 萝卜头 走 跟姐睡觉去 王小明哭笑不得 这就已经姐弟相衬了 萝卜头咧嘴一笑 高高兴兴跟王子涵回屋去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 王小明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去妹妹王子涵的房间 发现萝卜头头枕在自己的两只小爪子 在床上睡得正香 这鬼丫头 还真让这色鼠睡在他的床上 看来他是真把他当作自己的宠物了 王小明提着水壶来到花圃中 给那些药草浇水 忽然面色一变 那猪不死草 竟然不翼而飞 这已经非同小可 这猪不死草 绝对是无价之宝 要是弄丢了 估计白雪那座冰山要炸毛了 爸 妈 你们快过来 王小明熬了一嗓子 王建国和刘娟 立即跑了过来 咋了 小明 发生啥事了 我那猪不死草呢 怎么没了 王建国一头雾水 啥 啥草 不死草 就是形状长得像羽毛的那颗草 那就是不死草啊 很贵吗 昨天傍晚让我当野草给拔了 王建国有些尴尬的道 王小明欲哭无泪 爸 您怎么不问问 我就给拔了呢 那颗草是无价之宝 至少能在城里换几套房子 刘娟文言面色一白 啊 这么值钱 王建国你这杀千刀的 你怎么给拔了 快想想扔哪儿呀 王建国心中也是极为懊恼 一拍额头 在后院 喂鸡了 不知道还在不在 王小明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 发现地上的一堆草已经干枯了 他用手一扒了 还真的发现了不死草的存在 只不过此刻已经枯萎了 王小明心动低血 早知道不死草让给白雪养好了 这下怎么向他交代 人家临走前可是千叮嘱万嘱咐的 试试能不能成火吧 王小明再次把枯萎的不死草 栽种在花圃里 这下他浇灌了整整一滴的绿叶 王小明这次发了狠 用一滴绿叶来浇灌不死草 如果不能让他起死回生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神秘无比的绿叶 果然没有让王小明失望 浇灌了绿叶的不死草 枝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盈起来 发黄的叶子也逐渐变绿 果然有效果 王小明心里大大松了口气 按赞叹玉葫芦的神奇之处 王小明对门口正在伸懒腰的 萝卜头招了招手 萝卜头以为有吃的 立刻屁颠颠跑了过来 王小明指着花圃 萝卜头以后把这个花圃看好了 连一只鸡都不准靠近 知道了吗 萝卜头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然后指着自己的两颗门牙 又拍了拍肚子 你这个吃货 王小明回房间 拿了一袋雪米饼出来 萝卜头咧嘴一笑 立即抱着雪米饼大吃起来 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王子涵从王小明手中 抢过雪米饼 哥 我来喂 吐蕃鼠 见到王子涵 立即屁颠颠跑了过去 小脑袋在他身上来回地蹭 把王子涵逗得咯咯咯笑 不到半天时间 村民们就知道了偷鸡的家伙 是一只吐蕃鼠 纷纷跑过来围观 萝卜头对村民们算不上友善 除了几位姿色不错的向下小莫 张翠翠 刘玉玲等美女 可以摸她的头 其他人只要一靠近 她就呲牙咧嘴的 王小明心中可以百分百肯定 这绝壁就是一头色鼠 看着正在野地里觅食的鸡 王小明心中一动 既然神秘绿叶可以让水果蔬菜变得美味 如果给鸡服用呢 王小明说干就干 把绿叶用水稀释了以后 拌到鸡室里 一天之后 王小明发现自己家的鸡长大了一些 他做了只烤鸡 果然香味更浓了 萝卜头更是把鸡骨头都吃完了 连渣都不剩 鸡不但比以前更香了 肉质更加疏松鲜嫩 而且用鸡炖汤 明显还有股淡淡的药香味 王小明心中大定 似乎看见了村民们 另一条致富的道路 他是个食干家 二话不说就去了 君兰饭店找李君兰 打算跟他建立 长期的合作关系 前台妹子 跟王小明已经很熟悉了 笑着说道 王先生 总裁 他在厨房里 王小明一愣 在厨房里 难道你们总裁 还亲自下厨吗 前台妹子有些欲言又止 这个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王小明刚刚靠近厨房 就听见里面 传来一阵争吵声 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大胖子 王鼠光坐在台子上 看着李君兰唾沫横飞 我不管 不给我加工资 我就不干了 李总 你自己做要算机吧 李君兰脸色有些难看 王鼠光 这一年来 我已经给你 加过两次工资了 在金县这座小城 两万块钱的工资 还不够吗 王鼠光 偏过头去 当然不够了 像我这种 有独门秘方的厨师 我觉得至少得三万 李君兰面色一变 你 现在有好几桌重要客人点了 要善机这道菜 这家伙在这个时候 提出加工资 怎么看都有要挟的意味 这让李君兰心里非常不舒服 王鼠光见李君兰没有话说 不由得一起来 李总 不是我食材傲物 我的这要善机 可是一代代祖传下来的手艺 他绝对值这家 哼 李君兰娇哼一声 冷着脸没有说话 王鼠光偷瞧了一眼 李君兰的绝美容颜 暗暗吞咽了口唾沫压低声音道 李总 不加工资也可以 只要李总肯陪我一晚上就行了 他觊觎李君兰的美貌 已经很久了 李君兰翘脸一寒 顿时脸上挂满了寒霜 放肆 王鼠光 你好大的胆子 王鼠光有恃无恐 那就没得谈了 要么加工资 要么赔我 否则我就罢工了 正在这时 有服务员过来催了 君兰姐 君兰厅的贵客 已经在催药相机了 李君兰翘脸一变 君兰厅 君兰厅里的客人 是今天酒店里最尊贵的客人 县长卢长君亲自作陪 早跟李君兰交代过了 一定要让这位贵客满意才行 王鼠光一脸得意地看着李君兰 心到要么给老子加工资 要么陪老子上床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药膳机作为君兰大酒店 最出名的一道招牌菜 不可或缺 很多客人都冲着这道药膳机来的 因此 王鼠光有恃无恐 李君兰咬了咬背齿 正打算给王鼠光加工资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要善机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会做 李君兰转过身来 就见王小明缓缓走了过来 手中还拎了个蛇皮带 正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小明 你刚才说什么 李君兰生怕自己听错了 王小明怎么可能会做药膳机 王小明哈哈一笑 频道掐指一算 君兰小姐姐有难 于是特地来帮你渡过难关的 李君兰心急如焚 哪有心情和王小明开玩笑 不有白了他一眼 说人话 我这正着急着呢 王小明把袋子打开 笑道 你看这就是紧囊袋 李君兰把脑袋凑了过去 就看见袋子里 是几只已经杀好的鸡 被我惊讶道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我来给你做药膳机呀 王小明朝李君兰抛了个魅眼 让人把炖锅拿来 王小明的鸡跟别人的鸡明显不一样 别人的鸡肉是白色的 而王小明的鸡肉居然是金黄色的 小明你真的能行吗 从来没见过你做饭啊 李君兰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王小明冲李君兰点点头 笑道 放心吧 味道要是不好 我的屁股给你打好了 李君兰立即满头黑线 我打你屁股干什么 就是把你屁股打烂 有用吗 王鼠光眼见王小明和李君兰不断在打起骂俏 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指着王小明大骂 哪里来的香巴佬 就凭你也会做药膳机 眼看李君兰就要答应自己的条件了 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他能看王小明顺眼才怪 各位听友朋友们 本频道所有视频均为连载故事集 想要继续收听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